其實我原來是做馬來克,現在馬來全都做馬來克,它就是這個產品的設計 因為這是一個basic surviving study 因為你看整個這個生物世界,所有的動物,從這個歷史看 如果能 surviving 的動物,它就生一下 如果 surviving 就是 adapt,就是對滑徑的這個,怎麼講 對滑徑的設計,這個時間太長了,終於想不起來了 這個要想適應滑徑,滑徑的變化,隨著滑徑變化 那麼你就可以 surviving 如果說你不死,那麼你就可能要estab 所以這個flex病理是做的,從我自己來做吧 你看根本是馬來克 後來我們把馬來克 從Trotting開始合併起來 因為當時用我們Trotting在那個門市 需要提升,需要的 因為它是產品的路 然後最後呢,就用產品設計 我就感覺就介入了產品設計 就是把我們的人都做不做 那麼,有幾個這個十字路口 我最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 是不是要趁机教 我做了三年委员 我在乘航班那里 是不是要趁机教 很多人在想 在找一个钱要搞的地方 不知道当中的地方 我当时也在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趁机 想的就是说 你趁机教的 它有一个新的Boss 这个新的Boss 对你一点都不了解 你要从今做的 要收你的papability 那都是需要时间的 没有那个时间 那我还是就在这吧 所以我就没有停 没有变这个工作 这是第一个工作 就工作了8年 工作了8年 那 当中的想的话就是 你变到 你另外找一个交换 也是一样的 天下文雅一单 毛手一样 是不是 如果你在这扯员的话 在别的地方 那你一样成 你在这怎么想 能够省得 能够变得更好 那么 跟别的地方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就没变 那么 果然的话 就是说 我这个路也没怎么说 我这个路也没怎么说 另外 我下面有一个书 在Go Waze面 这个是原来我的Boss 原来我的Boss 他离开了这个公司 当时提供一个机会 然后跟他一块走 那么我们就想要跟他走 刚才其实 累计也讲到了 而且陈海兴也讲到了 所以我说都是公投的 我跟他一边走 他也是搞这个 我也是搞这个 我永远在他手上 我肯定没有出投资 我不跟他走 虽然我们关系是不错的 但是我肯定不跟他走 那么 剩下的这个工资楼 剩下的我们的老总 CEO也好 CFO 他们都不是搞这个技术 他肯定需要我 那么我现在不是 就可以到老大了 是 所以没给他走 这个也是要就是 就是 就是每一步他都要分析 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不走 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景欲 这样的话 我这个选择也是正确 因为我 现在我是偶人 但是我是跟我 现在对于一样公司那几个老子 合起来开公司 那么跟我 原来那个老板的话呢 他也开另外一个公司 他这个公司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他现在又在开公司 而且他开公司 我也看他的这个 一样开公司的经历 他 你可以跟着他干 但是你永远是跟他干的 他开公司 不会说是 咱们要share 我跟你说 他是老 对不对 你就是跟他干 他最多给你一个好的公司 但是这不是我们想的 公司是一个方面 我们要做这个 Founder 要做这个 Owner 因为公司 可能挣不到12万 那个钱还是少的 对不对 你还是要 如果你是Owner的话 你有6% 你就是股票 那么公司上市了 也要被别人收过 也要 那么你一卖的那个钱 就是milling 对 公司毕竟是少数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么下一个呢 阶段呢 就是 因为我没跟他走的话 就是 我做的也不错 那么 就把我提升 T-Lesson 专门付这个 R&D的微信 那这个阶段里边的话呢 那这小子就又不一样了 就是 就是 就是Promoter 现在已经在想 Ownership 怎么能 这个 这个 部分 跟那种 但是